下一個要教的叫做海洋 海洋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輕蝕的方法 比如說它這個拍打的力量啊 或把空氣灌進去的力量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講過我們國中不細分 反正就是我們的波浪的拍打打擊啊 有很大的很強大的輕蝕的作用的力量 然後呢它這些我寫了一個海石啊 寫了一個海石平台 我給你寫了一個海石洞 海桶 海柱 你先不用抄 我們先看照片子是長相長成正不得性 所以給它這個名字而已 就是海水輕蝕跟斷海 這叫做什麼 海蝕癌 然後呢輕蝕出一個平底的叫做什麼 海蝕平台 海蝕平台 那如果挖一個洞叫做什麼 海蝕洞 然後如果那個洞貫穿了 就叫做海蝕 這個金魚洞是澎湖的觀光名勝 金魚洞就是觀光地圖 不過我年輕的時候去那裡什麼鬼都沒有 就這一個東西在這裡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改變 然後石門那裡就有一個海蝕 石門那裡有一個海蝕 就像拱橋一樣 海蝕 OK 海蝕 如果這個洞貫穿你把它切斷 就叫做海蝕 這是金山的算是著名的景點 竹台雙語 你在那個金山文化中心往海裡面看 你就看到它竹台雙語 這叫做所謂的海蝕 所以這件事長成這部德性 所以就有這個民主 因為我說那個不重要 而且這裡沒什麼好考的 我可以考你幽形虎誰造成的 你還要背下冰川的青石 我問你海蝕洞還誰造成的 我可以講答案了嗎? 海蝕洞還造成的嘛 這還好考的 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考 沒什麼好問的 你把答案都告訴你了 所以就看一看 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就是這個就是因為我長成這部德性 所以有這麼一個名字 有這麼一個名字 你就知道海蝕洞、海蝕洞、海蝕洞、海豬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並不需要這個不太會去考你 因為就是寫就知道答案了 就沒什麼好考了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海蝕洞、海蝕洞、海蝕洞、海豬 OK 這個是古時候的參考師喜歡問的問題 問你說海蝕洞、海蝕洞、海蝕洞、海蝕洞 所以先有洞、再有平函 但是現在就已經明示 這樣說胡說八道 沒有這種一定的秩序 所以應該不會再有人問這個問題了 如果再有兩個不長你的家伙問這個 那就這樣子 先有洞、再有平函 應該不會再有人問這種 你因為已經明示你說這個不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個叫做縱形消波塊 看過嗎 好 幹嘛 就是做成這個形狀是因為這個 這個怎麼丟他都站得起來 好 這個怎麼丟他站得起來 做這個形狀 然後呢 幹嘛 減少侵蚀用 減少侵蚀用 放在海邊 是要建港口嗎 幹嘛 就敷這個縱形消波塊 然後把那個海浪的力量呢 打消掉 然後減少侵蚀 這個跟他很醜 所以曾經有被罵過 因為曾經我們的公務局 想要在我們東海岸 海岸線上鋪一堆重型消波塊 就被他咬 我為什麼要走東海岸 因為我要看到美麗的海景 就一看過去 一排水泥 在那邊 重型消波塊 對不對 要罵 所以這個東西 但是他有他的用處 要重型消波塊 來幫我們減少侵蚀用的 這也有人問過 OK 谢谢大家